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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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谁能率先完成任务获得古堡美味大餐的奖励呢 在接下来的行进当中 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呢 太危险了 哪儿 你看见这么多木桩子 这儿有个疏散通道 走哪边 这边两条路 你选吧 选这条吧 那太危险了 走 快 好 我拿手机让你们大家和我看一下 系号 无服务 可在这个地方是完全的与诗隔绝 哎哎哎 我导游呢 啊 啊 你导游去 哎哎哎哎哎 哎哎 哎 上游你呢你一直跟吓我一跳 我都以为我迷路了 对 这有我的是吧 对 对 啊 莉莉看来这真是我的蹄 那这也是个窑吗 就这么点大 这就是一个坑啊 这就是一个坑 这就是一个坑 我进来看看 这也算个窑 这能干嘛这么点大 我们跟敌人就是这么玩的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窑 就是你刚才吓我一踏跳的话 我是来提示 这里面是有提示的 对 如果有敌人从这儿经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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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直接刺杀你啊 直接刺杀你啊 哈哈 扶击窑 扶击窑对不对 扶击窑对不对 扶击用的对吧 对对对 太对了 太对了 来接一下 扶击窑 好 好美 马上就要到中层了 中层 那中层离地面有多少米啊 15米 15米 那这个最底层呢 20米 这儿也有提啊 哇 这个洞口这么小 这么窄 和刚才那两个完全不一样 我来看看啊 你看我都这么瘦了 而且弯着腰都这么拥挤 看来不是放人的 这应该是放动物的 嗯 狗 狗窑 狗看门的 对 不是狗窑 那就是你看这地道是个军事药道啊 那一定要储备这个粮食 嗯 你看洞口又这么小 密封性这么好 放粮食的绝对没问题 放粮食的 粮食药 还不对 exposure 对 哎呀哎哟 这是我一个 这是一个Com 我就想我怎么这么长啊 为什么我在做ソーマ 就是想商单点 这是通风的地方 不对 啊不对 不过通风也不可能 有这么大的区域是不是 对啊 你看这个地形 你从地形上一看 这儿是低的 越往上走的时候越高 肯定不是通风 通风没必要多次一举 对 那就是 如果是运送冰凉 两码的话 那不可能射在半身腰上 不可能外面是悬崖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猜猜猜 找到路过了哪儿 伏迹窑 对啊 咱们伏迹的这些运营往哪儿放呀 往这儿放啊 往这儿放 那就是 伏迹窑 不是刚才是伏迹窑 现在这些应该叫什么 俘虏 俘虏 俘虏窑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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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打仗的时候他会用火工用水工 如果有排水口的话 直接把水排到那个山沟里 完了之后就不会损坏咱们的地道 就是敌人来了之后知道是有地道 我通通都往里头灌水 想把这里面的人淹没 但是有排水口之后呢 这水就很自然的流出去了 水一直排到山沟下来 我已经拆了 有那么两三个 虽然猜的是比较的坎坷 但是我已经找到规律了 已经找到规律了 我现在盘算了一下 莉莉现在应该一个都没猜对 莉莉 就是我不是说她的至少 就是我们两个PK起来 她真的不占优势 水井 有水吗 真有水 有水 我要是这么小事的 是不是能咚咚咚听一声 对对 但咱们做好 不要 别别让你啊 万一莉莉在底下呢 好 把莉莉打散了 嗯 陷阱 这是什么用处啊 是不是当时这个打仗的时候 设专门设立这个陷阱 对让他们装 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不会 对 带一桌 呵呵 这个窑 哎呦 我进去看一下 看看 好 这个窑和刚才两个窑 三个窑完全不一样 哇 这个窑怎么这么深啊 嗯 这个窑这里边还通的一个 哎 这里边还通的地道 这是什么 这么长 说明放的东西大呗 对 东西长呗 对 人可以走动呀 人可以走动 那马还可以走动呢 这么大 又是个马窑啊 哎 不是 这边是个地道 那边还能放东西 放冰器的 冰器一半都很大 放冰器的 冰器窑 不对 还不对 哎呀 等我等我等他 哎呀 可算能支持腰了 嗯 放松一下 哎 我突然翻一个细节嘛 就是咱们 刚进入地道的时候 会比较冷 为什么现在感觉是 是因为我走得太快了 还是因为它暖和了 嗯 因为咱们地道 常年恒温是 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 完了咱们干净来的时候 那个是风口 所以会特别冷 哦 明白了明白 就跟咱们窑洞一样 是冬暖夏凉 不要往里面走会越暖和 这冰器肯定是冰拿了嘛 嗯 藏冰的 藏冰的 藏冰有 借一下 走 走 yes 这里面错终复杂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秒钟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洞口 这又到了一个岔路口 你看这个里面岔口又多 立体交错啊 还是机关重重 就像一个迷宫一样 今天要不是跟着你啊 我觉得 我都迷路了 这出去也不知道 真不知道到哪了 小小哥又把我抛弃了 他不是又准备伏击我吧 兄弟 兄弟你回来吧兄弟 什么意思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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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台阶啊 地道里 它分三层嘛 分三层 主要是个台阶 直接从底层就到最高层了 你刚刚给你去看看一下那一层 你下快我来 对 这个是逃生冲到 逃生冲到 对 你再不来我就从这儿逃生了 对对对 这个是顺着鸡跟马绳 直接往下走 可以逃到沟底的 下面还有我的鸡 对 还有你的鸡 对 呃 这里面有灯 对 这规格会一样的 咱别平了 咱太大了 我觉得不用说了 我就不用说了 江军尧 对 好 此刻应该有掌声 为什么呢 不确是江军尧 这江军的行路在这儿呢 对 还有这江军 你看这竹简 是吧 对 还有江军的 酒壶 酒壶估计 刚喝完 对 刚喝完 刚喝完 你看这灯这么明亮 对 这特殊待遇嘛 嗯 江军尧 对 江军 好的 万别 走 走 哎 哎 这个造型为什么可以尖的呢 嗯 因为咱这个原来的古地道就是尖的 完了之后咱们修缮过 修缮过的是这个环弯 是吧 对 这是咱们正宗的古地道里面 对对对对 地面非常近吧 对 现在离地面有多少米 差不多就是个五到十米 五到十米 我们已经发现根筋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离地面很近 原汁没有关系 带你超他近 他今天晚上就能吃美味的特色张地古宝大餐了 就说从这儿是不是特别特别方便是吧 对对对 我的兄弟 走走走 兄弟啊 走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总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这个咱们就马上就到了终点了 是吧 对 哎呦 来来来 来上来 这到哪了 这个是到了已经住人家 啊 到了已经住人家 我不会打扰人家休息吧 不会 不会 哎 street 在吗 看 啊 啊 咱们这个就来到了 爸爸去哪 刘更宏的家 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惊醒的刘更宏妇女 发现了藏在柜子里的秘密 不然我们直接从衣柜里面出来 对 我的天 其实咱们张碧古堡 有很多地道出口 不都是像什么 陈小春家院子啊 从炕上出来的 从衣柜 从炕上 从灶台旁 对对对 我们终于 先立了一步 对 达到了胜利的比 我们就 以空气带酒 清除一下 我们胜利的成功了 我刚从地道出来 又饿 又累 心里面空落落的 而且我特别担心 因为说莉莉 你说这么一大桌的菜 我 但是呢 莉莉一口都吃不上 啊 你说这 是不是莉莉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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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家来个过游肉 你说气人吗 嗯 我说自己吃 你说气人吗 对 对 不气人时莉莉现在还饿着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嗯 这也是一个窑吗 这么大 就像一个房间一样 很大的一个窑啊 嗯 我看看啊 这里有苹果 土豆 梨 那还有桃 这应该是一个餐厅吧 当时官兵在这里吃饭的地方 对 快接近了 快接近了 不是餐厅的话 那也应该和吃有关系 对 嗯 帮凉食的呗 对啊 啊 菜对了 怎么样 又菜对了吧 好 快快快 绿色灯色 终于是从这个地道里面出来了 这里布置的 真的好漂亮啊 那这灯光 如果小朋友来的话 一定非常的喜欢 不过我现在已经顾不上看这些 漂亮的灯了 现在饿得不行了 赶紧吃饭去啊 天已经黑了 哎呦 快点 赶紧走 哎呀 饿死我了啊 不要 欧阳 你的绅士风度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等你的 姐都几点 我如果不开饭的话 我怎么向我的小伙伴们交代 大家伙的爬地道 跟着我一块钻进去 都不容易 对不对 可是那我吃啥呀 都吃光盘了 一会儿呢 让服务要给你拿俩馒头 咱们吃 大人馒头 我觉得包括这桌菜 对于你来讲 你绝对是不稀罕的 因为就你的气质 你真适合吃这么一碗 由我们张碧古堡 最顶级的厨师 为您打造的美妹 同时也是咱们张碧古堡的特产 名叫甩蛋 特别Q哦 你就适合来这么一碗 建修的甩蛋蛋 到底好不好吃 今天呢 我就来到了我们的 筑箱条的餐厅 那刚来到案板上 我就发现了 有各种各样颜色的面 刚刚梁大姐也说了 这些都是杂粮 或者是蔬菜制作的面 那这个绿色的肯定是青菜之类的 生菜或者是菠菜 我觉得吧 这个黄色的 应该是玉米面 这红色的是什么面 大家现场跟我互动一下吧 最快速打出来的 一会儿私信我 能获得张碧古堡门票一张 怎么样怎么样 快点快点加油 哦 就是这样 感觉跟切拉面的 我听到有个形态 一下就把它 哎 筛子里面骰一下 其实它就口感就不一样了 哦 口感就会变得很好 刚才啊 我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红色的面 到底是加了什么原料呢 我看一下这个手机互动啊 好多人都给出了 各种不同的答案 西红柿的 高粱的 这是什么呢 还有说是 荞麦的 红色的 红色的不是荞麦啊 西瓜 你太调皮了吧 也西瓜面 肯定不是 蔬菜都说的是蔬菜面了 红萝卜 红面的话 胡萝卜靠谱 我觉得胡萝卜稍微靠谱一点 金色的面 梁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红胡萝卜 红胡萝卜面 正确的答案是 红胡萝卜面 刚刚第一位答对的 我们会找到你 然后私信给你 就能赢得我们的 张碧古宝的门票一张了 甩蛋蛋 这个听起来就很Q的面食 看上去更是五彩斑斓 现在呀 就要把这些甩好的小圆球下锅了 那味道究竟如何呢 微楼高百尺 首可摘星辰 哎 朋友咱俩你说吃完了饭 在古堡的这个 葵心楼上 赏赏星星 也是挺浪漫的吧 张碧呢 是根据葵心星秀而建立的 天上葵心 人间张碧 说的就是人被定 我们今天啊 在这逛了一天了 什么样的感受呢 一天我感觉 白天的张碧古堡 和晚上的张碧古堡 给我的感觉都是 非常的安静 没错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看白天的张碧古堡 有一种内敛的感觉 如果不进来 走一走 看一看的话 是无法发现 它这个妙处的 尤其是它这个建筑啊 如果大家会对这个 未进南美城 包括最长历史的 非常感兴趣的话 不妨来张碧古堡 来瞧瞧 这里呢 有意思 这里呢 有这段历史的浓缩 而且呢 留下了很多的谜团 不仅是张碧古堡 这里可以逛一逛 看一看 感受一下这种 中边也有很多好玩 对对对 像棉山啊 还有平遥古城啊 好多这个 好多大一块啊 对 咱们离建筑非常近嘛 对 都可以尝一尝美食 逛一逛这个古堡 感受一下 这里的历史文化 在这期节目中 恭喜粉丝户外旅行 在直播互动环节 获得了价值60元的 张碧古堡文票一张 从太原到张碧古堡 景区140公里 街区火车站的四路公交车 票价每人四元 可值达 并且呀 与著名景区平遥古城 王家大院 连山相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